整個Samsung展館 最大的比例是QLED 8K電視區域 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有新產品展出之外 市場上對8K的認知 仍未算太過成熟 所以Samsung用了很多空間 去做不同的8K電視的應用上的示範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們一進來門口 即是Samsung會場的大門口 我們都會看到有Samsung 8K電視陣 其實這個電視陣的設計 之前幾次的大型展覽會都是這樣的設計 不過電視陣裡面你會看到一些比較新的面孔 其中一個就是98寸的型號 這個之前還沒有的 98寸 是現在Samsung 8K裡面最大的一個型號 據我所知 其實這個98寸 今個月中到 在香港都會有示範機 如果大家有機會都可以看看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家都放到98 放得到價錢都添加 有沒有便宜一點的Solution 有啊?可以便宜到幾盡呢? 就是一個55寸的型號 55寸是很入屋的 大家都很容易擺到 相對的價錢亦都比較相宜 但問題就是說 在55寸這麼小的畫面之下 究竟需不需要8K呢? 這個就是一個疑問 還有因為那個PPI其實很高的 那麼之前我們試過 其實如果你說想發揮8K那個效果呢 最好都是75寸 小小小的 65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55有沒有好處呢? 這樣真的要慢慢看一下 或者我們做一些測試才有機會知道 不過來說呢 如果55就比較幫助市場 去普及是真的 因為價錢始終都會便宜一點 那麼在會場的左手邊 大會就是門口的左手邊 就有一個Samsung The Wall的設計 就是陳設 那The Wall呢 其實之前都有展出過 但是為什麼這次特別呢? 其實這次呢 就展出了兩幅的The Wall 那一幅呢就寫著是for business 就是商業應用 譬如在一些商場的門口 那樣 但是呢 比較特別呢 就有第二幅 是寫著呢 for luxury living 即是你在家裡有錢人呢 那你可以買這一幅 這一幅呢 這一幅呢就是家用版的The Wall 那現在示範這個呢 是可以砌到呢 120寸的 那當然呢 The Wall就是 你可以砌幾大都可以的 這個不是120寸 這個是146寸 對啦 給大家看看這個Spec 那如果你說The Wall家用版 和這個商業版 有些什麼分別呢 那其實 首先 家用版的The Wall呢 那個機身的厚度 大家看看厚度 那是比商業版薄一些的 第二樣東西呢 那個亮度 它又沒有商業版那麼高的 那比較適合在家裡 近距離的看 或者在室內的環境看 那第三樣東西不同的呢 就是呢 家居版的The Wall呢 它是有 Samsung 8K電視的處理器的 那可以做到AI的upscale 120Hz的video的frame rate 那當然 如果你來到香港 就是100Hz 那有Entertainment Mode 那就可以行Apps 譬如一些Netflix YouTube 都可以行到 那應該是跟你用一個 8K的電視 沒有分別的 那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用The Wall呢 那當然 第一樣東西就是 畫面可以更加大 不用說限制 嗯 好似 那電視 它出到 98寸 我想再大一點就沒有了 那就是 The Wall的 你基本上可以 Taylermake 你砌幾台都可以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 The Wall的椅子 不一定是16比9 基本上 你可以按回你自己的需要 那就可以砌 1比1 Imax的 4比3 Cine 21比9 或者平時16比9 那樣都可以的 那當然 不是說 你砌了可以隨時砌下來 只不過就是 在你選擇購買的時候 或者安裝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去考慮 那家用版呢 除了The Wall的畫面之外 也都是有一個 配合The Wall用的 JBL喇叭 這個擺了 今天是示範來講 擺了出來 都幾薄身的 那 很配合The Wall的畫面 那 這個是相當之漂亮 就是那個電視畫面 就是那個電視畫面 是相當之悅目 還有就完全見不到 就是每一個 module 中間那些夾痕的 這個做得相當之漂亮 那剛才也有講到 就是Samsung都用了很多位置 去示範這個8K的應用 那 這邊我們一路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會講一下這個 這個8K 在做這個 upscale上面的效果 他都做了幾個示範的 第一個就是 他說 就是一個 broadcasting的內容 的upscale效果 那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示範了一個 都幾明顯的分別的 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手機拍了一些片 那手機拍的片 就算是4K都好 其實他出來的效果 可能那個 壓縮 或者那個細節度 就會相對差一點 那 這裡 就有一個示範 譬如我們現在用了一個 手機 那 就 直出去電視 那 可以選擇 開和關 這個 contum AI 的處理器 現在大家會看到 色座 那 畫面就是這樣 然後我現在把畫面 開了去 現在關掉 好 這條是新的畫面 現在是開了的 這個是關掉的 我不知道大家 透過手機 看不看到 但是在現場看 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 細緻度 那個解像度 尤其是 譬如那些 樹枝 或者現在 木紋的地板 那些細節 是出了很多的 這個 改善都幾明顯的 那當然 8K電視 就有 那 8K來說 有沒有什麼 信願 其實在歐洲 這邊 都有幾個 8K信願 是 可以提供的 那大部分 都是網上串流的 內容 那 或者是一個 衛星 轉播 廣播的 信願 那 當然這件事 可能在香港 就會比較慢 但是起碼 就解釋到 其實 8K 都不是 沒用的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在稍後的時間 或者說 多些信願 還有就是 大家接受到 在一個 大畫面之下 去補充 解像度 的細節 那 8K其實 都會有一個 優勢